您好,欢迎您走进Math学院的Python数据库编程课堂。 本节课的学习主题是SecureLite3模块初步。 主要学习应用Python标准库当中的SecureLite3模块对SecureLite3数据库进行操作。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SecureLite数据库。 SecureLite数据库我们在前面也曾经给大家介绍过,它是一种关系模型的数据库。 同时,它也是一种开源的嵌入式数据库,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可以自由的免费的使用。 同时,这种数据库不需要安装至零配值,而且也不需要单独的启动。 它依赖于计算机的文件系统,不需要单独的文件系统。 并且,SecureLite数据库支持事务,也就是可以进行事务的一些相关操作。 此外,SecureLite数据库也不需要网络服务器。 客户端和服务器端在同一进程空间中运行,因此它也不需要部署。 这种数据库具有小巧、高效、可靠的特点,因此遭到了广泛的应用。 下面,我们继续看使用Python标准库中提供的SecureLite3模块来访问数据库的方法。 SecureLite3模块的使用步骤和我们前面介绍的Python数据库应用程序接口的使用步骤是一致的。 首先,我们应该导入SecureLite3模块,然后连接数据库。 当然,连接数据库仍然使用SecureLite3模块当中的Connect函数。 那么,这个Connect函数只要我们提供数据库文件路径去其名称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我们使用的是在内存当中临时的数据库,我们就可以提供一个这样的次复算。 就是两个冒号中间加上Memory这个字复算,表示我们访问的数据库是在内存中临时建立的。 当我们退出这个程序的时候,这个数据库就不存在了。 那么,当这两个函数执行成功以后,就会返回一个数据库连接的对象。 然后,我们利用这个数据库连接对象才能进一步来操纵数据库。 下面一步就是获取游标。 使用数据库连接对象的Cursor方法来获取游标。 这个方法呢,我们可以不提供任何参数就可以了。 当我们获取到数据库的游标以后,就可以用游标对象的方法来操作数据库。 当然,包括其Execute方法和ExecuteMany方法,以及ExecuteScribe方法。 这三个方法就是用于执行数据库的查询,包括创建表格, 以及查询数据库,更新数据库,删除数据库当中的记录等等。 后面三个方法,是用于从查询的结果中取得查询的数据的。 也就是Fetch1,Fetch2和FetchManage。 那么对于第二个Fetch2这个方法,我们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 如果查询得到的数据行数较多,使用Fetch2就会占用大量的内存。 此时,我们应用FetchMany来多次获得数据,然后对它进行处理。 当然,这里的游标对象,当我们执行完查询以后, 仍然可以使用Fetch2来便利这个游标对象,获得操作的查询结果。 当我们查询完成以后,就要进行提交事物的操作。 提交事物的操作就是对刚才的查询更改,进行提交。 提交的方法就是调用连接对象的Commit方法, 我们也不需要提供任何参数。 如果我们希望撤销刚刚的这些查询操作, 此时我们可以调用连接对象的Rollback方法。 这样就撤销了这些刚刚没有提交事物的操作。 最后一步就是关闭连接。 关闭连接的方法就是调用连接的Close方法,也很简单。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如何使用Python标准库中的SecureLite3模块来实现GRUD操作, 也就是进行创建表格,查询表格,以及更新表格和删除表格等等。 那么创建表就像我们前面所举的例子一样,要使用CuteType这个Secure插询语句, 插入数据呢,我们要使用Insert这个Secure插询语句, 检索数据,也就是使用Select语句来从数据表当中检索出你所需要的记录, 或者是检索出所有的记录等等。 更新数据就是Update命令。 那么Update这个语句,它的使用呢,也非常简单。 最后一个是删除数据,那么就要用Delete这个Secure查询语句, 就可以完成了。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实现这个操作的基本方法。 当然,我们在前面的一节中,曾经给大家介绍过这个数据库操作的通用操作, 我们也演示了这个程序的运行。 但是,这个程序在操作的时候,采用的是完全的字符串的方式来操作数据库, 而没有使用参数的方法。 因为采用字符串的方式,可能会使数据库遭受。 这可诸如是攻击。 所以呢,我们下面呢,介绍,如何使用参数方式来查询数据库。 首先,我们在文件中仍然需要导入这个SecureLite3模块。 导入Connect方法。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利用Connect函数来连接数据库。 首先,我们定义一个数据库的名称。 比如,我们定义的名称为test.gb。 而且呢,这个时候,它会将数据库文件产生在当前的运行目录中。 然后呢,我们使用Connect函数来连接数据库,并且呢,取得数据库连接的对象。 进一步的,再取得数据库的游标对象。 取得游标对象以后,我们就可以对数据库进行操作了。 首先,我们要在数据库中创建一张表。 一般来说,创建表都是在项目初始化的时候完成的。 所以呢,它不需要使用参数化的查询。 使用游标的execute方法,提供一个创建表格的sq插询引擎,createTable。 第一个列为ID,它的类型为整形,第二个列为name,姓名,它的类型为本本,第三个列为年龄,它的类型为整形。 第四个列为主旨,它的类型也为文本类型。 当我们执行完这个语句以后,就在数据库test.db中创建了一张表。 这里面表的名字还没有输入。 我们表的名字为star,然后我们试图使用游标对象的execute方法来向表中插入数据。 首先,我们要定义记录行。 我们将这个地方做好的数据拷贝过来。 第一个人的ID号,他的姓名,年龄,以及他的住址。 第二个人,我们也觉得他的,我们也是第二个数据。 同样做同样的操作。 这样呢,我们就将所有的数据做完了。 做完以后,我们就要用这个游标对象的execute方法来执行这个数据。 由于这个里面有多长数据。 所以呢,我们首先用for一句来进行便利。 在for一句中,多次执行这个execute插入语句,就是向表格中插入数据。 首先,在insert这个语句中,要列出要插入数据的列名。 id name page以及adjust。 在seqlite3模块中,他使用的参数站位幅的形式为问号。 所以这个地方呢,有四个参数,我们应该输入四个问号。 用逗号隔开。 后面呢,跟上这个参数。 item就是便利得到的每一个行。 试行完以后,这个数据呢,就插入到数据库中了。 然后我们来查询显示这些数据。 仍然使用游标的execute方法。 用select语句来进行查询。 测试所有的信息。 这样呢,查询完以后,我们就可以用for一句来便利这个游标对象。 然后呢,输出所有的数据行。 保存这个程序,运行它,这个地方多输入了一个括号。 这个地方表明多输入了一个T。 保存运行。 可以看到,我们成功的将这三行数据插入到了表大中。 同时呢,会在当前的目录下,建立一个test.db这个数据库文件。 也就是,我们通过参数的方式,执行insert语句是成功的。 下面,我们继续来看,通过参数的方式,如何来执行update语句。 好,现在呢,我们仍然就要用游标的execute方法。 出写一个update语句。 比如,我们设置id号为3的这条记录,它的年龄为16。 这个地方呢,用占位符。 它的id号,我们仍然用占位符。 然后呢,为它提供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呢,就是一开始, 第1个,应该为它的年龄,比如说,我们要将它修改为16。 然后呢,它的id号应该是3。 这样呢,我们就执行了这个更新语句。 然后呢,我们将这个语句向后面复制一下。 浓然,让它输出表格中的所有行数据。 将之前插入的这些,以及 执行创建表格的这些语句,输失掉。 因为呢,如果我们已经创建完以后,再创建,它会出错的。 保存这个程序。 再次执行它。 我们看,没有数据的输出。 那么主要原因是, 我们刚刚在执行这个插入,以及插评语句以后, 没有进行提交事务, 也就是没有调用连接的commit方法。 所以呢,操作完以后,就没有保存刚刚的操作。 我们要将这些注释给它剧除, 然后呢,再次运行。 我们需要将这里的提交操作放到最后。 保存这个程序,再次运行它。 可以看到,两次的输出。 第一次呢,当我们插入这个数据的时候, 这个ID号为3的这一行数据, 它的年龄为15。 当我们运行update这个参数化查询语句以后, 这个年龄呢,由15改成了16, 也就是这个地方的16。 那么,这是通过参数化查询来更新数据。 当然,我们还可以通过参数化查询来删除数据。 比如,我们就要用优标的execute方法来执行删除数据。 用delete查询语句。 我们要指定删除的是哪一个数据。 ID等于多少。 此时呢,我们用参数, 也就是用一个站位符号。 由于只需要一个参数, 比如说我们要将第三个记录删除。 那么它是一个圆主, 这个地方我们注意要多出一个逗号。 删除以后, 我们同样再次执行查评。 将所有的数据进行输出。 注释掉刚刚的插入数据的这些语句。 保存这个程序, 运行它。 可以看到第三条记录已经通过参数化查询的方式进行了删除, 并且呢,提交到了数据库中。 当然, 执行完这个程序以后, 我们还需要关闭连接。 那么这才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数据库查询的程序。 本讲视频主要介绍通过Python标准库中的SecureLite3模块来访问SecureLite数据库。 今天的作业是, 第一, 尝试使用邮标的ExecuteManet方法来执行多次查询调作。 尝试用邮标的Fetch1,Fetch2和FetchManet来获取检索结果,并且输出。 尝试实现一个你自己项目中所用的数据库的VRUD操作。 本讲视频到此结束。